我跟你講 戰場對來說就是如此啊 每個月都聽一下 每個月好像都沒有未來打 來 第一場上的是圖騰薩 圖騰薩這次有新朋友 我們這個戲法圖騰 不知道是拿來坑自己的還是 不知道 反正 圖騰薩這種東西 因為我自己覺得薩滿的低肺法術 好像也沒幾個能打的 你知道嗎 其實你知道圖騰薩當初是怎麼炸掉的嗎 最一開始圖騰薩有一段時間是很強 是有那個消失的時候 就是激勵會給圖騰加二攻嘛 就是他是一個match的東西 但後面炸掉是因為圖騰薩 他本身就會擺的不大 因為他必須要去放很多combo 或是前期肩膀檯面穩住 然後讓圖騰去滾雪球 或要放那些廢物小法術 對 你才可以保住所謂的抽牌圖騰 火蛇圖騰這種buff形態的東西 但是上人抽牌太弱 對 所以這一版的問題就是 你看像這種東西 他能不能補到 至少要補到一點手牌 會決定他的整個走向 怎麼辦 直接堵了 戲法圖騰兩張 甩出去 這裡其實有一個說法是005 然後超載就一會直接吃光 因為那個啟動其實沒有大牆中的強 主要是他下一會要爆超載 還是直接圖騰巨像 圖騰也可以啦 也可以用堵啦 但是就看 對方場上就一個 一隻嗎 有沒有想要再放一隻 因為我本身也自帶超載 你就直接一個回合就直接 一個回合吃到那個爆炸 超載中的超載 OK 超載 這個也是我們這次的新卡 對就是 他的版本的時光龍對不對 就是那個 母多之諾 他的版本的 賊的 效果就是 我要找正解念給大家聽 才不會被噴 但我找不到 人咧 我的超載呢 這邊 對手回合結束 將其打出的牌 各複製一張到你的手中 但是他不會 這個丟在台上 就是你 你會變魔術我也會變 還可以啦 因為他這邊拿到任何小法術 或是小牌 都還行吧 選擇解場 好像也應該要解 那這邊再扣一下吧 打慢一點點 反正就是放慢一點點打 雙刃斬 因為知道對面是這種圖騰 薩可以跟他 可以跟他打那種手牌差距 後面 因為薩滿終究還是存在一個 那個補牌手段沒有那麼 好的一個問題 這邊要不要 0 5 0 欸不對 他這邊只能2下1吧 他看 你說這裡直接050喔 050 05020這樣 是吧 飛翔隊吧 05020 05020 通關密語就對了 對對對 05020聽起來超強耶 還行 就最瘋 最瘋是可以 好剛好 那個就是 OK 像你講的一樣 他來了 05020 沒有他這個順序是 是 他這個是 20 20 050 050 050 有沒有那麼無聊 這個還可以 還可以再 就加了 就加了 至少 保左邊也還行 對 對啊 你為了左邊也要丟了吧 20050 好像在工商 喔 巧妙偽專 給了賊 的效果 喂 不是說好雙子業 你怎麼那麼多 喔 大家來個碎爐 有點這個 偷的有點糟糕啦 雖然是 雖然是牌 但是 他還是希望是戰力 這個有點太單方面了 就是 因為他抽牌很弱嘛 那個洗進去也不會說有幫助啊 就也不會說 肯定的肯定的 對你的擊戰力是完全沒有 反而有後面 你洗這個會很尷尬嗎 因為你基本上打不到皮啊 然後你後面洗一張強烈彈的卡 可能又沒有對應到當下的情況 反而碎爐好像想想都比較有用 對 大陸機器都用不到 碎爐至少 那個空三連水劍的時候可以打兩滴 然後再刷回來 溜球再溜回來 對對對 還可以舒服一下 看一下大哥這一邊 OK 掛武器之後再用的這個 第二張的副刃斬喔 好硬幣再跳這個天生劑 配合場上這個 這叫奧里克嗎 反正就是 動物夥伴的名字 聽一下 克里奧還是奧里克 隨便 克里奧好像叫克里奧 你是覺得克里奧有比較像個名字 我有描一眼 但我也不確定 那邊超仔之外 我在看聊天室的答案 反過來念 所以原本是李奧克 克里奧 克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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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 哈瑟有胡佛也是反過來嗎 對 胡佛就是反過來 這我知道 奧里克這名字還不錯 面對恐懼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懼喔 奧里克怎麼聽起來又會爆發一波戰爭 對 這個拉的就 有那個buff嗎 不是我心中想的那一個 但buff來了 至少可以用了 剛剛那邊 小可惜是它是被斷開 那就沒辦法保持得很好 但也很不錯 這個buff應該一定要在這邊貼 然後建立優勢檯面 因為我們有一個補血圖騰 可以繼續舒服你喔 輔刃斬 對像這種就是要用這種圖騰去滾到雪球 然後建立台那邊游泳 其實蠻好玩的 但重點是它一定要拿到那個圖騰倒影 有那個圖騰倒影 然後有貼到法律之潮 或者是 這個火蛇圖騰 但它火蛇圖騰只放一張喔 在這個選擇上面 可能因為戲法圖騰是靠賽 然後它只有兩費 而且那個有點滾雪球 當你今天沒有別的戰力的時候 你單火蛇有點不成立 所以它有點緊張天荒 那 在擺牌又沒空間的情況下就放一把 對啊 就第一個要拔一定是先拔這種 爭議型的東西 對 因為你畢竟還是用主戰力先去堆疊你的基底嘛 對 強行靠著這個圖騰魔像的配置硬是 這裡有點尷尬 先打掉第一張閱讀狂來過一張喔 今天看到兩次這種就是閱讀狂都 邪有圖騰也來了 可惜沒有吃到剛剛的buff 啊怎麼一直要去看那個碎爐 太久沒看到了 他不在的時候人家連皮都換了 還是要 還是要做吧 就還是要做 台面 這邊可以全清 我有口 做122嗎 現在應該是先 先算完四血不會死嗎 12345 然後加3是12還早 那就邪惡圖騰就會貼 他是12加台面啦 所以一定是不太夠 負刃仔 然後這個這個要解吧 這邊剛好解完可以補一口啊 只是 這個 可以可以 蠻優勢的吧 就全解啦全解沒啥問題 對啊對啊 然後哪一口 應該不會背景是在問 薛熙這邊怎麼撞 哎唷 不錯 不是有任文哥怎麼會去問那個 在打正常的 喔對啊 也是啦也是 反正就是在問啦 還是薛熙這裡其實已經開始 你知道為什麼這一part要想那麼久嗎 因為 他可能想要捐掉一個圖騰 再翻一個新的吧 或者是很久沒有需要自己動手裝怪 他剛才在等那個 開 我覺得你會打贏喔 對 知道為什麼 羅傑跟薛熙一直在我這 都是因為雞蛋狂 雞蛋狂 然後閱讀光 然後這裡 保一下閱讀狂嗎 你給算一下 你給算一下 16左右吧 加手上那張 3 4 12 然後 16左右吧 13 14 15 16 17 18 啊因為右 對啊右邊在這裡也動啊 長上4 然後3 4 12 這樣就 16 17 18 對吧 再加手上 16再加手上 對對對 但看起來他不急耶 因為他檯面好像不 這邊只能打慢了 這邊只能打慢了 壓爆發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不是傷害角 所以壓爆發去壓斬殺 雖然你幾遍對面沒回血 但是你這壓爆發真的太急 這邊優勢換一換把 然後 可以開始補牌 這個抽牌圖神進得還不錯 因為這邊開始有點潰伐 因為左邊的東西都太爛了 嗯嗯 他要去找新的戰異 但這個也是蠻錦上添花的 是 這邊應該薩門 基本上打到現在這樣子 應該快要鎖定勝局 這賣一個圖騰是一定要賣的吧 你因為對方掛這個武器 你不希望給對方有太好的接場效益 就自己決定唄 就自己決定這個換過來 尤其你是圖騰 所以能不要留盡量不要留 不然那個圖騰都是白鐵 對抽牌 古騰巨像 可能這時候也不消這個 但是因為場上已經站到足夠大的 狀態了喔 還行啦 那個至少就是 買一個保底嘛 滑翔 流放啦滑翔 滑翔流放 對手也會進行一樣的動作 所以 不記得我好還是不好 現在來講應該 基本上很難 至少長這樣的時候是沒什麼差啦 就基本上都要這樣 沒有好 就算你幫對手綠牌 假設對手是好 準備要收割了 他這裡如果滑翔滑掉對方 四血素那很秀耶 把力燃燒 可惜的是那個啦 就四血角度來說這邊也不太需要超四血的東西啊 這樣的話 3 5 15 16 17 18 19 21 22 對吧 -2 不太夠 嗯 欸等一下 這邊是屬於超窄啊 因為超窄而且也沒辦法睡爐 那繼續貼怪 打檯面 這血量再加上去 瘋盤 真的是應該是 差多了 一直優勢交換 沒用到圖層倒影 沒用到這個裂皮斧 我覺得那個治療圖層保好一點的血量 治療圖層比較重要一點 這邊直接跳 滾起來就差不多了 真好玩 5-2囉 希望這個透過這個全明星對抗賽 讓他重新找回標準模式的樂趣 我們這個小遊戲的樂趣 我們最近都會戲稱 這如此 樂趣是一定有的啊 但是 另外一邊那優惠更大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本作實在太舒服了 就誰會想要玩這種節外生智小遊戲